文宣議員想要先請教對一歲男同的略事案 文宣議員是不是有提出希望能連署說法 讓宣略未成年的人也可以確實被招殺 我們知道這個發生這個凱凱的事件 坦白講心裡是非常難過 那這樣一個殘酷的手法 我覺得沒有人能接受 那當然所謂的那個加害者 他受到最嚴厲的法律制裁之外 那麼整個包括通報轉介 甚至包括所謂的我們的專業機構 怎麼樣能夠即時接觸 這些系統性的檢討 政策面的檢討都要 但另外法治面其實也要檢討 他們已經發現就是說 基本上虐殺18歲以下的青少年 他的罪責竟然比殺人罪還要輕 所以因此在這部分的話 基本上應該至少要從法律的合比例性 來去這個重新檢討 那至少我認為要拉到跟所謂的殺人罪 一樣的一個刑責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主張 那我會推動相關的修法 而福聯盟那邊就有固定的一個時間來訪市 那北市這邊也有 那是不是因為多頭馬車的情況 然後出現了漏洞 我想其實這一點來講的話 其實確實我們必須要去顧慮到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並且有時候社工或許他年輕 那整體在整個的訪市的過程當中 有疑慮他缺乏所謂的督導 或是共同延商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們建議如同此案 應該要有一個叫做 三方共訪的一個計畫 這個概念就是孩子他所這個 本身涉及的縣市委託的縣市 就應該也要有一個所謂的這個訪市計畫 另外的話 接受委伴的這個兒盟 也應該要有一個訪市 那我們今天針對保姆管轄的縣市 也應該要三方共訪 三方共訪的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社工對於本身孩子的照顧 有任何疑慮都應該的是共同的討論 然後並且有個決策 來做一個因應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一點想來講的話 可以增加社工的敏感度 也可以讓這個壓力 可以藉由共訪的情況之下 能夠來降低許多 也增加這個社工處理事情的機制 這個我手邊沒有記錄 我可能對 我可能就是要看這樣子 因為如果三個月 他體重會奏檢的話 那是不是表示說 當時社工分紀的資料 通通都是假的 我們社工真的沒有造假 但是這個我講一百遍 可能大家也不相信 是想要幫你們的社工掛撥檢的意思嗎 我覺得社工就是 是跟檢察官起碼都是據實以報的 因為如果他沒有據實以報 接下來他也有他相對應的行責 對不對 對 你現在怎麼有辦法確定他 你現在要媽掛撥檢的意思 就是縱使你們很想相信他 但是你怎麼確定他現在講的是真的 萬一他之後如果是造假被判刑了 我不曉得我要怎麼說 就是當然如果後面 因為一個信任保姆 然後做事一條生命的 那 我不曉得 信任擺在最前面的時候 其實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當然事發都會再去問社工 那如果我們一個住人的專業 然後還有平常社工 我們其實平常的工作關係 如果我們都懷疑我們的社工員 我不曉得這個工作要怎麼推展下去 就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站在 那個懷疑同事的這樣立場 我有一點不知道 那這個團隊是不是 就是要怎麼樣經營下去 我們先要對這幾天 所發生的一個孩子被虐待致死 而這些保姆是我們兒福簽約的保姆 用這個機會向受害的小男孩的家屬 以及全國的人民 至上最高的歉意 跟最深痛的哀悼 北市發生男嬰被虐死事件 拼穿虐童事件顯示社會安全網漏洞 中央該如何補破網 對於北市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都相當的憤怒 而且相當的痛心 也很難過 我們衛福部也在第一時點 對於兩歲以下無法自我表達的 這些孩子的訪查頻率有所增加 那我們未來也會來協助台北市政府 我已經請衛福部去深入了解台北市政府的個案 看有中央需要協助的地方 我們一定會全力來協助 那我們一定要來確保 我們每一個兒童的安全 而且呢 使他們能夠快樂的成長 那這一件事情 政府 包括中央跟地方 都是責務旁貸 我們會全力以赴 讓這樣的一個個案的事件 不要再發生 然後確保 我們所有幼兒的安全 兒福聯盟 成立到現在32年 我們最主要是來照顧孩子 我們也自許為照顧孩子的幸福 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今天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們感同身受 因為我們兒福聯盟 是將孩子兒童 是做自己的孩子一樣 那現在這個孩子生命的隱落 就如同我們自己孩子生命隱落 我們非常非常的痛 今天這件事 我們社工人員 接受新北市的委託 社會級的委託 找和國的保母來照顧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在我們照顧的過程 我們絕對是依法找到 在台北市 就是合法登記的保母來照顧 那照顧的過程是四個月 前三個月一切狀況都還正常 但是第四個月 這個保母說 他照顧了兩個孩子 其中有一個孩子生病 是不是可以延後來訪市 我們的社工人員 就相信他 所以我們 就延後去訪市 一般我們社工人員 是一個月都會去訪市一次 那第四個月 要訪市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這樣子不幸的事情 我們社工人員 雖然他有告訴我們 在之前這個保母是幼稚園老師 之前跟我們契約照顧的前面的一個孩子 照顧的都還算正常 一切都符合標準 所以才會第二個由他來簽約照顧 但是沒有想到竟然發生這麼令人無法接受的事情 我們對於社工人員 沒有辦法有事先警戒 而去阻止這種事情的發生 說實在的 我們是完全沒辦法接受 我們也覺得非常非常的內疚 對我們團體來講 我們覺得這是沒辦法對社會交代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求這位社工人員要勇敢的面對社會 勇敢的配合司法的調查 我們發覺我們社工人員 他目前大概要同時接大概十多個案子 這是他其中一個案子 那麼如何避免有類似情形的發生 事實上我們也深深的感到是我們必要的課題 所以我們就要求立刻組織我們專案小組 對家屬做適度的應該有的所有的照顧跟責任 再來對於以後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們絕對不允許再有第二次的發生 所以我們會在禮拜四 就召集專家寫者 還有政府相關部門 我們會緊急來檢討 這個收通這個出養的一個過程裡面 是否應該要怎麼加強要補強 讓萬一有這麼惡劣的保母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以事先做阻止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立刻採取的行動 那麼對於這樣的事情 我們再三再三的感到極端的悲傷跟難過 我們發現有這種事情 其實第一時間我們也極端的驚嚇 那麼這件事情我們會跟政府相關部門 還有相關的保母團體NGO 我們會一起研究如何不再讓它發生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俄福聯盟三十多年來 我們出養的孩子已經有一千多位 在這期間我們都還算嚴格嚴謹的 都以照顧孩子的最佳幸福福祉為我們的核心努力的方向 但是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深感內疚 我們也覺得現在的社會 有很多事情 已經超過我們所能預期的能力 所以我們也希望整個社會 大家一起來 讓這種 惡劣的保母會虐待會虐待致死孩子的事情 不會再有第二次的發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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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